浙江多样的地貌环境 孕育了丰饶的物产 多元的饮食文化 在岁月流转中顺应而生 从山地到海洋 从城市到乡村 随我们跨越浙江十一个市 开启一场美食寻味之旅 在浙江人的餐桌上 鱼有着重要的地位 注重食材的本位 是杭邦菜的特点 西湖醋鱼的烹饪过程 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鱼肉的鲜嫩 勤劳的舟山人 对鱼的烹饪有着不同的理解 在酱汁 阳光 海风 和精确时间的共同作用下 马胶鱼完成了蜕变 潜江源头的渠州开化 人们对鱼肉口感的追求 全在这独特的养殖之中 引入山间的泉水 营造了近乎原生的生长环境 味道鲜美的山泉清水鱼 由此而来 鲜不仅为鱼 在浙江的美味江湖中 羊同样占一席之地 湖州练市 人们用放羊的上品湖羊 加以柴火大造的炖煮 这种传统粗放的烹饪形式 是成就炼式羊肉的关键 金华酥饼 则是面食与烫火的 一次直接对食 将搓好的酥饼 放进一百度左右的壁炉 当颜色呈现出 烫火般的金黄时 酥饼也就可以出炉了 同样是烫火 在沥水碎昌 当地人更偏爱一种名为 三层楼的火锅 将丰富的食材分成三层 逐一铺在锅内 也寓意人生更上一层楼 不同食材和烹饪方式的组合 往往能让菜肴 迸发出神奇的风味 在台州 人们就地取材 创造了临海遭羹 一碗食材丰富的汤羹 浸现了人们对生活的追求 优质糯米搭配多种精选配料 经过蒸汽的作用 诞生出平湖八宝饭 在嘉兴 人们将它视为节日和待客嘉品 寓意了甜美的祝福 温州鱼丸 迄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鱼肉鲜味 经过多种辅料的调制 呈现出了别样的风味 以宁波本地优质甲鱼为主料 加入农家笋夫菜炖煮 创造出了口味醇香 清热去火的笋夫菜炖甲鱼 有时一道美味的诞生 也在不经意间 明代才子徐文长 因为身无分文 无法买盐构酱 用一把普普通通的干菜 创造了绍兴人的最爱 干菜闷肉 千百年来 浙江人用自己的智慧 以食材为美 完成了和自然的对话 让食物在本味之外 有了更多层的表达 也让四方宾客 在唇齿的咬合间 品味到地方独特的魅力 诗画浙江 百现千万 让我们一起用美食 来感受浙江 优优独特的魅力 感受到感受心 优独特的魅力 优独特的魅力 优独特的魅力